好大股尿味 Hello 大家好 我是K字林樂儀 今天我要和大家做一個真人實測 想不到我去遠足之後還會做這些事 其實在過去一年封了關之後 香港人熱愛了遠足和露營 自然我們每次都買了很多東西去遠足 去遠足和飲食也好 就像我自己一樣 一次露營我都花了三百多四百多元 所以我就在想 究竟在這個疫情期間 哪一間公司是可以逆流而上 賺盡香港人的錢的呢 但這個結果如何找出來呢 最好的方式當然是去撿垃圾 去哪裏撿 最好不過當然是去香港人最喜歡的露營熱點 就是赤徑 事不宜遲 今天其實我加入一個團體的活動 先去找他們 現在我就由北潭坳出發走赤徑 其實我都很少這樣做 通常都是黃石碼頭搭船的 但Anyway我要快點追上我們團隊的部份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成員 這位就是綠色地球的同事Edmond 今天主要由他帶隊的 而這位新手不凡的就是Hike Exit的阿奶 還有不斷推動環保和生野無恆的山女 大家想了解更多資訊就去follow他們的IG 是否要拍攝 是的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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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嗎 可以來的 可以來的 你打算怎樣撿 扶手撿 扶手撿 大家都會 阿奶撿到這個M根 好想是有沒有用過 沒有血的 沒有血的 乾了 大家一起高呼一次品牌調查這個運動 但其實背後 那個意義除了我們應該結證郊野之外 其實有沒有其他人有責任呢 生產商是否有責任呢 其實就是透過品牌調查這個運動去呈現出來 本身在北潭茅走進來赤景 應該半個小時可以走進來 但我們足足花了40分鐘才進來 原因是因為沿途已經有太多的垃圾了 我們剛剛講解完 每人都分派了手套 夾和垃圾袋 我們今天主要是負責撿膠瓶 事不宜遲 看看這個赤景是否真的有這麼多垃圾 其實裡面也有 很多 裡面也很多 但是裡面也很多 我試一下進去 你不要進去 這些漿全部都是露營人士拿進來 我早就已經爆了 對 全部都是露營人士拿進來 我之前露營片都有教過 拿走這些很容易 你知道要踩邊它 它的體積小了很多 你再穿在露營袋底部 它有條繩子 其實就可以拿走 大家以後拿走 麻煩 這裡的瓶瓶大瓶水也不算多 羅奇灣是最多 有粉 你看到這些是拿多餘的水進來 其實大家可以估計一下 例如兩天一夜 正常露營兩個人的話 4-5厘米水一定夠 還多了 看起來 要視乎你煮什麼 如果你拿去飲用水的話 不用 看看我撿到什麼 送給我 妹妹 送給你 其實赤景這個地方 真的是一二天都好多 哇 擠得很好 哦 哎 這個要說一下 這個要 嘩 水倒出來 嘩 好大股尿味 我本身以為是那些食物殘渣 剛才我撿到一瓶 應該我以為是那些 尿來的 咦 不知道我說什麼 我知道 是飛鴻爪的樣子 是尿來的 我本身以為是那些食物殘渣 原來是尿味 我還想拿出來說一下 不知道是尿來的 還直到整個袋都是 是啊 有鴨尿味 你告訴我 你問一下 暫時來說 我看見 COOL的水是最多的 即是Watson市旗下 反而之前 之前 綠色地球他們做過的品牌調查 應該是維他 真是BONACQUA最多 但暫時來說 是Watson領先 我看見 在那裡 在那裡 啊 真是卡住了 等等 看看我 看看 我先出去 好 好 我們現在已經收拾完了 現在要做的就是 把剛才的膠樽全部倒出來 然後就要分 一步短分 第一步我們會先把膠樽分成 繁體和簡體 拍一下他現在做了些什麼 他在看這個瓶是什麼牌子 看不到 都看不到 所以這個呢 我們會有一個category 叫做不能分別 以防範力呢 是有簡體和繁體的 看到 看到 所以這個是我們都要分的 這個繁體 好 分完繁體和簡體之後 就要分水和水 有可能這裡是因為赤徑型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我剛才 在後面撿回來的 那我會說這個牌子 大家幫我數有多少個 可樂的水牌子 即是磅得牌子 是多少 四六八十 十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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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枝 這麼大枝 什麼啊 我都沒見過這麼大枝的葡萄色 哪有大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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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見過 我沒見過 剛才還有玻璃瓶的葡萄色 浴泉我們會在可樂可樂 因為我們會在可樂可樂 因為我們會在可樂可樂 那斯羅可樂 也是一樣可樂可樂 盡查寫都是可樂可樂 它會很清楚 還有可樂可樂的瓶 很喜歡這樣寫下它是幾個卡路 通常如果我們找不到這個國家的字 或者認不出它是什麼語言 我們就會把牌記錄下 3、2、2 牌有它自己的國際象徵 我看牌頭的三個字 通常都可以找到它的國家 最後一個步驟 到最後一個步驟 Hello 你好 那現在呢 我們已經分好了 記錄好了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一些好一點的膠瓶 可以拿去回收 如果不是很帥 那些就唯有無奈 就要扔掉垃圾桶 很棒的 我們希望這個是全民參與的活動 不只是有心人 或者環保團體去做這件事 我們今天短短九個字 其實都撿了九十隻瓶 一般我們市民如果行山的時候 經過郊野撿到 其實一樣可以做品牌調查 那我們這個品牌調查 運動調查 究竟我們的飲品瓶 或者食品包裝 其實是來自哪些地方 而我們向這些品牌施壓 當原來品牌去做到最多 製造最多的垃圾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是最大的責任方 那跟大家介紹這個朋友 叫做Billy 但不幸地它是在前年是過世了 它就成為這個魚戶柱 第一隻解剖的野岸牛 普遍為免 變成大家不安 那牛 大家知道是有四個胃 其實那些膠袋 基本上就是塞在頭兩個胃那裡 然後它其他食物 就放不去其他胃 結果其實它是 鑑生被垃圾餓死了 塑膠問題 去影響海洋生態 同一時間 但香港我們自己的生態都受影響 你不給你 對不起 拜拜 它真的馬上離開 好 短短半個小時 其實這次我們已經完成了赤徑的政貪活動 這次的優勝者就是Watson 因為剛才我在裡面都收拾了很多COOL的大瓶裝的水 我覺得應該是和這裡赤徑露營人士有關 因為COOL的大瓶裝水是最便宜的 反思 為何今天我們有這麼多膠瓶 為何我們不是用其他的可以容易回收的容器 其實就是生產者它選了用這個東西 逼我們消費者就是這麼多瓶 怎樣說呢 我自己不斷去露營 有些地方是真的沒有水源 真的需要拿稅 但其實大家去花一點錢 買個水袋 在離遠一點的位置拿進去 重量和麻煩程度是一樣的 反而你不用花錢 對呀 為何要益生產商呢 無故事都可以重用 對呀 那水都可以重用 既然可以露營的話 其實就外援環境 盡量做多些 所以我們這次跟著綠色地球的活動 就是在說不單是靜灘 同時都要做這個 品牌調查 詳細的form其實是可以在 綠色地球的網頁 即是這裡就可以找得到 我們一起給壓力給生產商 我們希望香港可以越少膠瓶越好 對呀 我們今天很感謝綠色地球 對呀 我還沒說結尾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今天旁邊的鈴鐺 或者給我一個讚 我還要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不如更多人一起做這個品牌電視 那我們在這邊再看 你看 鐵了絲米 不要剪 不說粗話 好 我們下年影片再見 拜拜 幾年我想說很生氣的 最近賣廣告 一次性津裝水 景田 好生氣 疫情之下 一次性 大家覺得好像比較安全 但是真的很生氣 有一次性就說要扔掉 這樣 好生氣